大家好 今天在立法會經常講武漢肺炎 當然我們預告了今天有很多很重要的消息 為什麼呢?我拿著口罩 如果大家看影片就知道建制派有個想做表演的議員示範了怎樣戴錯口罩 所以今天最後的提示我們告訴大家怎樣戴好的口罩 不過接下來我想介紹我們的老友記 今天很高興我有一位有人幫忙 就是陳沛然醫生Pie 陳醫生其實很懂得跟他說 因為他是一個內科醫生 其實他每天都是對著包括一些肺炎的病人 不如我想陳醫生介紹一下什麼叫武漢肺炎 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害怕 說武漢肺炎吃到打到來香港 是不是我們現在沙士再臨呢? 是否等於我們現在要很擔心呢? 現在外面的人又怎樣? 搶口罩 500元一搭 一搭50個 唯一來都不是10元一個 很厲害 差不多10倍了 那是否真的要這麼擔心呢? 是否要搶口罩 分分鐘將來搶消毒水 搶板籃筋 搶什麼都搶呢? 陳醫生你介紹一下 肺炎 簡單幾十秒說 肺炎就是肺裡面發炎 肺有很多東西可以發炎 例如我們平常說的感染 或者是逐親 有些老人家吞東西不好 逐親一些發送 例如吸毒性肺炎 自身免疫系統的問題 例如人家的紅荒瘡那些 肺炎都有的 例如化學物 或者其他的 我們所說的是 感染呢? 感染就是 細菌 例如大的看到 寄生蟲 真菌 細菌 病毒 病毒呢? 現在我們說的是病毒的感染 就是說 沙士 或者現在害怕 或者懷疑的肺炎 武漢肺炎 都是病毒的原因 病毒是顯微鏡也看不到的 要用電子顯微鏡也看不到 這就是背景 其實肺炎有很多種 所以我們只是說其中一種 一種 就是病毒 病毒的肺炎 懷疑 懷疑 這個叫做不明的 真的很搞笑 就是驗了很多東西 叫做不明的肺炎 因為平時我們肺炎 就是用痰去化炎 用血去化炎 種下有沒有菌 種菌呢 通常都是看看有沒有毛菌 或者細菌 所以呢 大部分的細菌 或者非典型菌 我們都看到的 這次又不是毛菌 又不是細菌 就是病毒 我們覺得像是病毒 但是現在暫時沒有確實 有沒有人知道的 暫時還沒有確認 然後你說 很害怕 沙士蟲 很害怕 會不會呢 簡單來說 其實年年都差不多 每一年都試過流感 去年麻疹 今年武漢肺炎 簡單來說 其實現在幾件事 我用沙士來做例子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我可以遲些放在Facebook 我可以大聲一點 我跟你說 簡單來說 只有幾件事 對白一點 好 沙士 現在武漢肺炎 診斷我們不知道 怎樣傳染我們不知道 是否人傳人不知道 死亡率不知道 有沒有疫苗更加不知道 我今天嘗嘗陳肇指 就是十問九不知 現在真的十問九不知 其實我看過往故事 由沙士來例子 沙士是一個完美的風暴 為什麼呢 診斷初頭是不知道的 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 我看整個故事 袁教授差不多用了兩個月 袁國勇要兩個月 其實不是跟袁國勇的時間 他已經很快了 全世界都運營不了 他差不多要頭尾兩個月時間 但終於找到那個病毒的原因 然後呢 是高傳染性 人傳人 很近距離 狠狠狠狠狠 死亡率高 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七 是 我這位岸神醫生說 要站他一點 一個叫超級波菌者 第一個超級波菌者 就是在大陸來的教授 在京華酒店 遺景酒店 那裏播到不得了 第二個超級波菌者 傳說就是在陶大花園 那個 大家還記得陶大花園 好像洗神 那個 即是有兩個超級波菌者 所以呢 病毒呢 就將那個病毒 是播到一地都是 OK 大家記住 超級波菌者 不好意思 剛剛說就是 你發覺呢 那個傳染呢 麻疹也是傳染性高 人傳人 但是死亡率低 OK 沙士呢 全部都齊了 死亡率都高 又高又容易 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七 很重要 為什麼呢 說到禽流感呢 禽流感是 基本上大部分沒有人傳人 有小部分 沒有人傳人 但是死亡率是很高的 如果在世衛的網頁 死亡率是 假設中了禽流感 百分之六十 哇 十個死六個 是的 所以禽流感是很高的 但是現在這一刻 武漢肺炎 我們不知道 沒有人死的 不過呢 真的 我有點擔心 我又再跟大家說了 原本呢 如果聽政府說 五十九個症 七個重 那沒理由這麼害怕的 香港三 三十八個 沒有一個確定 又沒有一個死 那為什麼會這麼害怕 為什麼要 堪獻呢 陳醫生 我相信都是因為 當年沙士的 緣故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緊張 是好事 因為說 始終你 防範於美然 是好事 不過我就提起幾個字 我們暫時沒有確診個案 沒有確診 沒有本地個案 沒有本地 沒有人存 暫時未見到人存 沒有人存 沒有社區爆發 至少在香港未發生 內地的事 我們未必可以確認到 但至少在香港 剛才說過的字 你發覺很熟臉口 當年禽流感也是如此 沙士也是如此 麻疹也是如此 登革然也是說這些字 所以我就說 這一刻 就不需要說 很驚恐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要明白 為何我們這麼緊張 好了 現在說政府回應夠不夠 政府的回應 大家今天聽到陳肇始 也挺廢 肺炎裡面最廢 就是陳肇始 為什麼我們在說 澳門和台灣都懂得機上檢 可以列車檢 但是現在我們的政府 似乎什麼都不做 陳醫生你是不是覺得 政府有沒有漏照 如果這些漏照 有沒有方法 我們勸他做得好些 我想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說內地的消息 他可能很難去問清楚 內地的情況 而我自己覺得 就是靠自己 就是 我們要靠自己 現在這個很重要 這個提示 就是香港 由這個禽流感 97年到現在 03年到現在 最慘的一件事 或者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 千萬不要相信政府 也千萬不要相信大陸的數字 也千萬不要靠政府 要靠自己 有什麼技術 告訴大家 我是這樣說 其實都是基本的 做基本的 基本的 個人衛生 當然洗手 洗手 或者當你有 你自己 或者身邊人 有感冒的 或者上呼吸度的感染症狀 即是雙風咳 流鼻水 千萬要戴口罩 還有記住 非目傳播的 除了戴口罩之外 你記住 抹了之後 抹下眼睛 抹下鼻角 都會傳染到 所以不出眼睛 要小心 不要出眼睛 或者手 即是手 就是最容易帶滾的 剛才有些人都不明白 什麼叫做飛沫 什麼叫空氣傳播 喂 這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空氣傳播 什麼叫飛沫 每樣都 因為現在的人害怕 就是空氣傳播 但是其實空氣和飛沫 是差很遠的 你不如說什麼叫飛沫 飛沫 黑癡 然後或者咳 噴一些 一定是有些東西 有些液體的 叫做飛沫 然後觸碰到你的手 觸碰到你的衣服 掃到你的衣服 桌子 筆 然後你直接觸碰到那些東西 玩具 小朋友玩具 再用到眼睛 鼻角 嘴巴裡面的東西 這樣就叫飛沫 空氣傳播 你不用做這些事情 它根本在空氣中 基本上經過冷氣槽 走過來 其實武漢肺炎 會不會空氣傳播呢 最重要 其實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說什麼都不知道 当年沙士曾经有某些个案是空气传染的 所以我说当年沙士是完美的结合 即是什么都有,空气传有,飞没传有 其实如果说开沙士,就不一定是剪掉的 因为当时其中一个超级获菌者是那些嘔吐物 和那些蛤大便的东西 所以千万,因为现在政府搞错了 所谓的修例是紧急严重的呼吸道 不是呼吸道,是肚、吐和吐都会剥菌的 所以都是靠自己 因为现在这一刻除了武汉肺炎之外 其实我们冬季流过高风期,流感都已经很普遍 和感冒都很普遍 我自己觉得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个人卫生 环境卫生、隔离、口罩那些情况都是很重要的 好 还有一件事,我今天叫了陈兆史去做 但是他叫什么都不肯 就是香港为什么我们这么困难去对付这个病毒 就是叫做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正常的情况,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病毒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基因图谱 然后才可以诊断或者排除 就是说你是和不是,你才靠一个图谱 现在不肯有图谱,叫局长找特首去,他又不肯 那没有法子,现在我们香港人唯有靠千万千万不要入院 不要令到那个已经很惨的一个公营医疗系统 再多一点压力 那陈医生有没有一些提示 如何可以尽量不入院 因为现在入院有什么情况 因为现在流感高风期 其实很多都是我们整个病房都是肺炎或者流感 心脏病,中风的情况 其实很多肺炎 就算没有武汉也是很多肺炎 冬季很常见的现象 我就说,如果你觉得有不舒服的 记住去看医生,戴口罩 如果你去外去旅行 那当然不要去武汉 不要去武汉 现在不是只说武汉 你知道是春云道 真是整个大陆都要很小心 对啊 旅行那里和你去的家禽市场 或者野美市场 我尽量少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 好了,这个最重要的 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今天在立法会 有个建制派的议员 完美示范戴错口罩 今天我们就找陈医生 你示范 是的 这个口罩 有分两边 是的 口罩分两边 其实口罩是三层的 大家都可能要跟你说 你看它薄薄的 三层 最外的那层 是用来挡住 外面进来的飞没 即是水 菌 就是靠外面那层 中间有个甲层 内面那层 就是用来吸收厚水 因为为什么要吸收厚水 所有的分泌纹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 濕透了 口罩是无用的 是不是,陈医生 所以为什么这些口罩 人家说最多 不可以几个小时 不可以翻容再翻容 不可以翻容 而且不可以 有几个小时 好像是有四个小时 不记得了 四个小时 为什么要四个小时 因为差不多 尤其好像我和你 口罩多的那些 可能三个半小时 口罩已经浸了 如果你浸到口罩满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 他就变成没有了 那个作用 是保护不到的 那陈医生 你带 我带 他要指点 我们现在说 颜色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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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做的做错 千万不要 一定是有色的 无论是蓝色 有时买到绿色 黑色 粉红色 其实什么色都有的 黄色也有 对着颜色向外 颜色向外 第二 你发觉 我说是洗手 第二 我洗手了 你发觉 牆边有铁链 铁链向上 铁链向上 铁链用来 铁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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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不 为什么要张开呢 我们除了要保护鼻 其实下巴也要保护 因为下面的 那些 飞沫 或者其他分泌物 在下巴也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整个鼻 口 下巴 完全封闭 然后铁链的作用 就是把它压住 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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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鼻子 跟口罩 差不多密封了 对吗 对 贴身 令它不会进去 戴口罩之外 扔口罩也很重要 你想想一下 假设这里 有些细菌 或者有些飞沫 这边是骗髒的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触碰完之后 又触碰到眼 或者触碰到其他东西 就将一些骗髒的东西插进去 所以你拔的时候 你剥它之后 就对接 然后扔下垃圾桶 好了 我现在完美示范 第一 不要触碰到它 最好在我们的耳朵里出来 轻轻力 我们不要触碰到它 而是对接了它 然后扔下垃圾桶 也有要求 垃圾桶是要有盖子的 如果没有盖子的话 我们要找一个胶袋 找一个纸袋 找一些不会传出来的 包住它 然后才扔 因为我们己所不欲 密施于人 当然不要令到其他人 我现在示范关系 我先放在这里 不过还没完 因为陈医生 还要教一个 就是 如果有些人要进一步 就要戴另外一种口罩 要示范 好了 其实我觉得 有些人说N 我觉得是不需要 不需要 在这个情况是不需要的 但是 我自己觉得 你发觉这半年 有些很厉害的口罩 N100 或者类嘴的口罩 我觉得最重要是 密不密封道 或者你会不会流气 这个是很重要的 陈医生不是叫你去买N95 不过如果有人有N95 也不要浪费它 就戴到正正常上 现在他就说 陈医生说如何可以正常戴 我就说这样按住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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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重要是 你要吸气呼气 veoc 按住 在旁边有没有流气 我用这来讲解 就算我其他大的面罩 你也可以试一下 很大力吸气 很大力呼气 理论上 应该在这个口罩隔着的隔层网 隔着隔层只能这样出入 然后不会让空气走进去惹到你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用呼气测试 你可以自己这样去做 当然有些更加高阶的情况 但就不用了 我再说一说 不需要N95 普通外科口罩已经够了 外科口罩已经够了 最后我有一个提示一定要提 就是还有两个星期就过农历练 现在打流感针其实也有效 因为我们习惯说 两个星期前尽量去打针 农历年是高峰期 现在香港有一个流感资助计划 就是说政府是给资助券 不需要付钱 或者大部分的家庭医生 有些完全不收 有些可能收少少的钱 你自己去问 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 50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孕婦和一些长期病患 又或者是他有一些情况 是拿着一些社会福利署的援助 一定一定 还够时间去打的 我们都希望他们去打 还有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陈医生就运动现象 其实我没有他那么聰明 踢球 但我们也有做运动 永远永远要靠自己的话 除了参加这个社会运动 例如反送中 我们都要做正式的运动 跑步 行山 换步跑 太极 八段感什么都好 全部都是做多些运动 健康的生活习惯 最好不要看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最想在街上跟大家打招呼 健康一点 靠自己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 今天差不多了 好 最后一件事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不要见到武汉肺炎 好 拜拜